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效应扩大 中国经贸制裁台湾再升级 昨天晚上好多人不睡觉都在等一个人 有的人守着电视或网络直播 还有好多人是到滨江街的飞机巷 去直击专机落地 终于在晚间十点四十三分 裴洛西搭乘的专机降落在松山机场 一身粉红色的西装在夜里特别醒目 不过不睡觉的人里面不止台湾人 还有很多中国人 中国舆论一夜炸锅 社群平台上一篇篇地相信祖国 绝对收复台湾这样的话语 所以这一夜其实两岸都是很激动的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这个短暂的激情能不能够转化为 长久对民主自由的坚定支持 又或者会带来中国对台 提早进行强硬行动的后果呢 今天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台湾智库的滋伟 还有澳洲国立大学讲师 以及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来分析佩洛西的亚洲行 至于两岸 至于美中关系 还有整个印太的发展的意义 佩洛西不断用行动向全世界传达了美国会跟民主盟友站在一起的理念 他也很积极的在用社群软体宣传 昨天晚上他的专机抵台之后 就在推特发了国会代表团的声明等等三篇文章 今天也推文分享了自己获得总统蔡英文颁发的勋章 而在登基离台前又再次发了推文 说国会代表团有幸跟台湾总统会面 台美加深经济联系 甚至一直到飞机起飞之后又推文 写下说参观国家人权博物馆 想为台湾民主受苦和战斗的英雄致敬 这一趟20个小时的台湾访问 跟台湾相关的推文就多达了20则 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铁娘子众议院议长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首先重头戏当然就是拜会了总统蔡英文 那么总统也特别颁赠了特种大寿清云勋章 表彰这个佩洛西议长对台湾长久以来的支持与贡献 而且蔡总统也要表示台湾面对世界变局的态度 她说面对持续而且刻意升高的中国的军事威胁 台湾绝对不会退缩 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坚守民主的防线 而佩洛西则是强调台湾是坚韧之导 他绝对不会背弃对台湾的承诺 而且还酸了一下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对他访台的行程大惊小怪的 特种大寿清云勋章 蔡总统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别上特种大寿清云勋章 佩洛西骄傲向众人展示 台美政坛两名地位举足轻重女性相见欢 佩洛西赞扬蔡总统是伟大女性 总统也表示佩洛西女士是台湾最坚定的友人 当时佩洛西以议员身份来台关心 921灾情 22年后再度踏上宝岛身份已经是众议院议长 但他挺台信念始终没变过 面对持续且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 台湾不会退缩 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坚守民主的防线 总统记者会上做出三点宣示 表示台湾对军事威胁绝不退缩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会看美国在印太地区供应链上合作 佩洛西一开口 就算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玻璃心对他访台一事大惊小怪 佩洛西赞扬台湾是任性之导 强调不会背弃对台承诺 说台湾人民一定能打造和平繁荣 未来要彰显美台团结 保证民主信念 佩洛西以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 展现抗中立场 向全世界展现 声援民主自由真的不需要看中国的脸色 金熊瑶慧文王主任报道 这次让很多人意外的是 佩洛西延长了在台湾停留的时间 但知道她是前往人权园区之后 又不太意外了 因为众所周知为人权奋斗是她一生的置业 而这一次在人权园区会见的对象 更彰显了一个意义 那就是自由从来都不是不用付出代价的 坚定信念的路从来都不是坦途 她见的人是谁 乌尔开西 林荣基 李明哲 1991年佩洛西出访北京的时候 在天安门广场举起了这个布条 中国民主事业牺牲之劣势 是在生源六四事件的受难者 而乌尔开西正是天安门学运的领袖 在六四事件之后遭到通弃 而香港铜锣湾书店 是以贩售中国无法出版的 政治书籍文明的 结果店长林荣基等五人 在2015年被中国政府拘留 林荣基在深圳失踪了 好几个月之后 被迫录下了认罪的画面 而李明哲则是长期致力于 中国人权工作的NGO工作者 在2017年的时候 跟林荣基一样 入境中国之后 就跟亲人失去联系了 之后就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了五年 一直到今年四月 服刑其满之后才得以返台 而今天在队伍中 陪同裴洛西的监察院院长陈菊 过去也是台湾民主政治的重要倡议者 1979年更因为美丽岛事件被捕 在1980年入狱 当时美丽岛事件 进行军阀审判的地点 正是过去警总警美看守所的 警美人权园区 刚提到的这四个人 虽然分别来自中国 香港 台湾跟流亡的藏人群体 但是都曾经受到两岸威权的迫害 这一次跟陪洛西的巨手 共同见证了民主真谛 隔着车窗跟现场媒体挥挥手 美国众议院议长陪洛西 一结束午宴后 马上来到警美国家人权博物馆 跟民运人士会谈 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下车 太太李静瑜勾着李明哲的手 一起走进去 毕竟李明哲遭中国关押五年 救援行动 裴洛西出手相救 感谢再感谢 其实传出裴洛西原定四月就要访台 但确诊取消 不过杨献宏爆料 当时正值救援李明哲关键时期 加上裴洛西访台消息走漏 怕触动中国敏感神经 最终行程告垂 裴洛西一直在帮忙 原来四月他就要来 人还在中共手上 中共可以跟你随便放话 所以后来他取消来台湾 裴洛西长期关注中国人权 这回跟民运人士畅聊各种议题 除了李明哲 还有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 以及发动绝食 占领天安门广场引爆六四事件的 中国民运人士吴尔开西 另外监察院长陈菊 也全程陪同参访 希望美国政府可以 帮助现在反共产党年轻人 中国的民主运动等等 维吾尔议题占了相当长的 相当的一个比例 从维吾尔族香港 再到新疆议题 裴洛西无畏中国施压 蒙采底线 继续新闻由郭言廷参考导 裴洛西今天一早先到AIT 接着又到立法院 由副院长蔡奇昌接见 蔡奇昌称赞裴洛西 是美国政坛捍卫人权的灯塔 也指出裴洛西是台湾挚友 台湾也是美国可靠 可以信赖的盟友 裴洛西就很开心的回应说 被称作是台湾的朋友 是非常好的赞美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穿着白色西装套装 蓝色高跟鞋 还有搭配珍珠项链 8点45分抵达立法院 副院长蔡奇昌 特地配上粉红色领带 戴着台美国旗图样 坚弱磐石的口罩 亲自接戴 因为院长游锡坤 确诊阳性无法出关 双方特别提起过去天安门事件 十多分钟的公开谈话 紧接着和朝野各党团总召 进行闭门会议 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 趁机喊话贯彻朱主席的 亲美路线 但尴尬的是 包含燕玉兰 吴思怀 同党同志 有人却批评裴洛西 恐引起台海危机 绝对没有 我就是国民党团的总召 我代表国民党团发言 朝野党团共同参与 这历史性一刻 而裴洛西二号深夜 非敌台湾 一举一动都受到国际关注 在台湾时间超过预期 三号一大早 现身立法院结束拜会行程 还步出二楼会客室 在露台上和媒体打招呼 看来身材异议 再继续她的钢铁行程 近期我叶婷孝依智采访报道 分析裴洛西访台的目的跟异议 今天节目中 我们邀请了三位学者语谈 我们刚刚一路看到 裴洛西今天会见了总统 到立法院拜会 还有参访景美人群园区 爬爬噪 形成相当的紧凑 我们先来请教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翁吕中翁老师 对比呢 在前一天她到新加坡 见了新国总统哈利马 总理李显龙 跟多名的内阁部长 还有短短几个小时 去旋风的访问大马 这样来相比起来 您怎么看裴洛西 这次在台湾的行程 这二十个小时 还有去的景点见的人 看出什么样的意义吗 我们看到在新马的访问 基本上面对的是官方的拜访 而且对官员谈的 主要也是美国跟各国的交流 在马来西亚也是如此 并没有特别去强调人权 可是来到台湾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权呢 一方面是主要在强调的是 这不是一个非官方的行程 之前在强调的 就是这是一个非官方的行程 虽然大家解读不同 北京恐怕不是这样看待 但是Nancy Pelosi一直在强调 这是非官式的拜访 再者强调人权 其实就在讲说 支持台湾的民主 Nancy Pelosi在包括 他自己的致辞的时候都在讲说 针对台湾的支持 从三个面向 一个是所谓的民主的部分 另外就是经济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government 就是所谓的政权 就是自由权 民主的政体 对上所谓的专制政体 呼应拜登总统 我们说力挺架实 就可以稍稍的讲说 不是力挺说台湾独立 事实上 他也在自己的科文 还有美国官方也在强调 不会影响到一个中国的政策 强调的是 我们是价值相近的盟友 我想这个安排 是有他的道理的 不过不同于台湾方面的低调 裴洛西从出发前 到现在都离开台湾了 美国政界跟外交 全对裴洛西到底该不该来 台湾还是吵翻天 那中国又这么强硬的回应 都是全球头条关系的 所以这次裴洛西的访谈 对于两岸关系跟国际局势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跟后续效应 我们会走上一个新局吗 其实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我们已经长期看到了 这是一个新的局势 很多的美国智库学者专家 都在讲说 会不会进入到修西底德陷阱 也就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第一名跟第二名 希望距离是拉得开一点 尤其是第一名的国家 希望第二名可以有一段距离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美之间本来就已经紧张了 Nancy Pelosi加了一把火 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实力 都有很显著的拉近 这种状况 再加上中美现在的关系 事实上是往下的 而不是往上的 也就是说整体的大事来看 中美之间既然已经往下了 现在 Pelosi的访问台湾 恐怕会造成的是 这个往下的这个趋势 又出现一个转折 变成更快速的 加速度的往下坠 这也是会造成 为什么我们会说 接下来看到的美中台关系 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而台湾的部分 相较来说 整个美中的局势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走向 台湾是相对被动的 必须要做出 做出因应之道 觉得这次的访台之后 台湾可能要更现实的 更诚实的面对现在的困局 而不是只是强调说 我们有信心 或者我们有盟友的支持 可能要思考的是 如何做出因应的策略 来面对现在的变局 信心必须要建立 在实际的准备之上 而不是在口号之上 我想在这一次之后 台湾可能会 有这样的课题 要来讨论 这次看到 培洛西在台湾的行程 好多人都想 82岁了 这个行程未免太钢铁了吧 好厉害 因为呢 在他访台前夕 大家以为他只是旋风式的 可能见个总统就没了 但没有想到这个相关行程 透露之后 简直满党 上午先拜会立法院朝野党团 接着见了总统蔡英文 然后呢 被授了勋章 中午他是在 总统在台北宾馆设宴 所以他跟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还有董事长刘德英等人碰面 然后下午刚提到 是到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参访 然后呢 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 离开台湾前往南韩 20个小时行程满党 体力惊人 原定下午5点离开台湾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即使行程大delay 还是坚持脱下太阳眼镜 以遗憾工作人员留影合照 最后才意义不舍 踏上行政专机 离台前再向台湾挥手说再见 准备前往亚洲行下一站韩国 回顾裴洛西访台行程 无惧中国压力 裴洛西一找立法院 拜会朝野党团 线上花束的 是副院长蔡奇昌亲自接待 因为院长游锡坤 筛检还是阳性 只能以视讯和裴洛西空中相见 而就在全球关注裴洛西访台时刻 没想到设备却出状况 孔应员麦克风吐锤 来不及翻译打断发言 但裴洛西早已等不及 向台湾表达支持 结束立法院拜会行程 裴洛西还步出二楼会客室 对着媒体镜头大方比赞 接着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 蔡英文亲自授予 佩洛西勋章表彰对台支持 特种大寿清雲勋章的颁证 代表了我们对佩洛西议长的感谢 也期待透过更多的相互合作 持续的提升台美关系 佩洛西访台前形成保密道架 但抵台后的动作却是相当公开 中午蔡总统在台北宾馆款带 陪洛西访团 而根据了解参会中 我方还准备 陪洛西最爱的黑巧克力冰淇淋 而正常参会 因为触及经贸议题 台积电创办员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英都是座上宾 午夜结束 蔡总统还和陪洛西 在门口拥抱欢送她 在在展现台美关系大要劲 而长期捍卫人权和民主理想的 陪洛西坚持一定要参访 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进入园区前 陪洛西在车上向媒体挥手 刘成先已安排座谈会 邀请曾被中国关押的 NGO工作者李明哲 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金 和中国名誉人士吴尔开西 AIT刻意安排 也看得出陪洛西 非常重视这一行程 回顾陪洛西行程 二号深夜抵台 三号一找精神异议 展开密集拜会行程 没有一刻浪费 旋风访问近二十小时 陪洛西立即动身前往韩国 继续他的铁人行程 陪洛西这次的亚洲行程 包括了访问新加坡 马来西亚 韩国日本 那么现在加上台湾 他聚焦的就是印太地区的安全 经济伙伴关系 跟民主治理 所以他在跟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 陶遇区域形势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了 美中关系的稳定 对区域和平安全的重要性 不过现在陪洛西 在原定的行程当中 加入了台湾 还能够保持稳定吗 您认为在印太的区域关系上 可能会产生什么变化吗 泰国国 印太国国 本来可能考虑跟台湾 在方方面面 不管是经济或外交合作上 升级的国家 本来如果更加顾虑 北京的反应的话 那么现在可能 因为陪洛西此行的 无所畏惧 会导致某种 所谓的破窗效应 也就是说 当一个破口出现 然后大家发现 好像实际上受到的 美方受到的反制 相对有限之后 那其他国家可能也就觉得说 那也许北京的一些言辞威胁 可能对其他国家 如果其他国家真的做了 可能对线的比例 和程度也没有那么高 我觉得对其他的国家 也会是一种 是所谓的示范效应吧 那往前来推的话 可能台湾固然在做多边 包含CPTPP 这一些区域经贸多边组织的时候 依然会面临到既有会员国 包含亲北京的国家 他们会有否决的这种可能性在 但是在其他可能准入门槛 相对低一些的东西 包含说可能区域 人道救援 还是救援等等的 多边的联合互动的机制上 如果能够让台湾 以不敏感的观察员等方式 进去的话 我觉得已经有很多的参与国 可能觉得多位是不如少一室的 现在可能觉得说 就让台湾进去也不一定会是多一室 那不如就做做好人吧 我们就继续请教宋文迪老师 裴洛西在离开台湾之后 现在已经前往韩国了 然后还有日本的访问 那预计接下来会遇到 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那我们知道日本对台湾的态度 所以他们针对台海情势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交换吗 我想台海局势的讨论 很可能会是 普洛西跟日本高官 不管是首相 来自于其他相关官员讨论的一个重点议题 很自然 当台海的紧张相对升高的时候 日本又举了台湾有事 又是这边有事 那必然这会属于共同安全 这个框架下的议题之一 那这方面呢 我觉得双边当然会有一些摸底的 私下交流的一些动作 但在进一步一点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更长期来讲 他们会想办法去深化 不只是这么一次性的访问 而是去建立和巩固 相对常态性的长期对话空间 我觉得这都是 一来让台湾更有效地进入 区域重要议题的讨论的方式 同样也是让台湾 更多增加和区域里的民主国家连结 以相对低政治敏感性的方式做连结 来实质推动外交空间 不过在这个外交上 虽然国际关注 但是大家都是希望避免冲突 所以在这次佩洛西访谈 联合国也重申是遵守 一中原则的决议 那么像澳洲总理呢 跟东协国家都是表态 反对单方面的改变台海现状 或是让中美的情势在升温 而德国跟立陶宛的外长 则是都是支持这次访问的 他们认为这是民主自由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直接陪洛西这次访台呢 不止各国媒体争相报道 英国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也传出现在正在规划访台了 而时间可能就在今年底 不过陪洛西访台 台湾多数的民众是欢迎的 但中国的情绪就炸锅了 官方七道炮火四射 小粉红当然也心碎一地 稍后带您关心 只是陪洛西来到台湾 虽然彰显了民主精神 但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在他离开之后 台湾要承担的苦果 才正要开始 陪洛西昨天晚上抵台之后 中国官媒就立刻宣布 共军从明天到八月七号 中午十二点为止 总共七十二个小时 在台湾周边六点海域跟空域 要进行围棋三天的军事演训行动 而且是组织实弹射击 那么其中呢 在高雄外海的演训区域 距离陆地不到二十公里 这比起一九九六年 台海危机的时候 这一次的军演面积 明显扩大了 那么就有专家分析 这一次六个区域 禁航演训围绕着台湾 可能是中国想要炫耀一下 这几年火箭军的进步 也可能是为未来 要封锁台湾做演练 那么国防部的说法是 共军明显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 但是国防部 已经严密掌握监控 今天一早 包括新竹花莲的空军基地 都有战机升空戒备 国防部最新文宣 捍卫国家坚定守护 中英字幕捍卫主权 无惧威胁 而这可不是说说而已 先入空军基地 幻象战机一早升空 同一时间花莲空军基地 防空战备全数就位 反制共军重要屏障 离岛澎湖也不松血 IDF战机挂弹升空 国军总动员紧盯共军战况 毕竟培洛西二号晚间十点四十四分 降落松基后 中国十一点随即宣布军演 从四号中午十二点到七号中午 连续三天范围横跨台湾海峡到太平洋 台湾东南西北周遭六海域 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并组织实弹射击 其中高雄外海演训范围 距离陆地不到二十公里 此举涵盖了我国的领土领海 严重侵害了我国的领海领土主权 违反了联合国海洋公约等相关规定 我国予以严厉的谴责 坐标上来看 就是对台湾形成一个 比较像是环状的一个包围 所以它在展现它这种封锁的能力 他们主要港口的周边 比如说高雄跟基隆 它投射能力增加了 所以它现在在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域 也跨设了所谓的演习区 比较1996年台海危机时 这次解放军在台海附近 军演面积明显扩大 东部海域跟巴士海峡 更首次出现大范围 实弹射击区域 形成台湾东南西北四面包夹态势 它的战略海域要逼迫我们台湾 而且它已经跨中线了 在飞行 然后它下一个步骤 就是要绕岛 要环岛飞行 比1996年的危机的 台海危机 我认为要更为严重 因为1996年的台海危机 它并没有 它只是射导弹而已 培洛基访台之际 中国升高军事恫吓 美中台三边政治碰撞 风云再起 那96台海危机 到底怎么来的呢 在1995年6月 前总统李登辉 访美发表演说 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 中国连续七次试射飞弹 实弹军事操演 那么随着台湾 第一次直选总统的实诚 逼近中国就再加强力到文攻武克 当时李前总统就批评中国说 你有飞弹 我就有十八套剧本来对付 我们独家访问了前陆军司令 胡振普 他在当时担任作战处长 沿理作战计划 要来带我们解密 九六台海危机 一九九五年八月 解放军针对台湾北部一三六公里处海域发射炮弹 源头针对的是六月李前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美国 这趟他在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公开演说 解放军从一九九五年七月开始 一连好几波军演 对台文攻武赫 这是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战后 第三次的台海危机 李前总统摆出什么都不怕的姿态 但国安幕僚小组早就开始危机总动员 尤其一九九六年三月 台湾将巨星第一次总统直选 军中时任作战处长的胡振普 重新检视民国七十七年没修订 还停留在反攻中国为目的的作战计划 他也被上司交代 一些解放军攻台的假想状况剧 有没有闻到战争的气息 我说我啊 我感觉到这个整个气氛不太寻常 因为整个大环境 中国大陆那时候演习 一波一波的 我说那当然我说我又感受到 他说好 但你感受到了 那你不能光是拿了这一本作战计划 你就认为就可以走 就可以安然无恙了 他说我告诉你 一个民主国家 他战争的启动 他是有机制的 绝对不是说是说打就打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你要把这个作战计划 把它划成这个剧本 胡振普开始写状况剧 每一众亲近都写成厚厚一大碟的内容 当时外道风声鹤唳 甚至传出无丘 都是解放军可能进攻占领的地方 九六飛弹危机所引起的恐慌 很多有钱人医生都跑到美国去了 我对作战装备演习场所武器非常熟练 我平常就在练 假定我是个身手 我会害怕 军中讲三信息 加上那个时候的参谱总长罗本利上将 三天两头到外岛测试演习 所有的武器弹药量量的往前线补充 所以这个时候紧张是紧张 但是势气蛮高 一九九六年三月六号 首次总统直选前 解放军发射四枚东风十五导弹 三枚落在高雄外海西南 三十到一百五十海里处 不到十分钟又有一颗东风十五导弹 落在基隆外海二十九海里的地方 立谦总统大胆说出中共打哑巴弹 除了事先获得勤资 也透过密使向对岸管道查证 当时因为解放军的导弹发射 造成台股大跌 立谦总统的话要稳住民心 那时候我说的四八本的那个忌本 就是里面的一本 导弹威胁就讲那个 第六波第七波都是什么 完全是针对就是恐吓 台湾的希望影响到总统的选举 对我们台湾也造成了 对民心的大家都 我老实讲那一段时间 人心就是人心惶惶的 很多人也因此离开了台湾 所以为什么李登辉总统要讲 大家放心 我们有十八套剧本 真正的剧本不止十八套 就是要向民众传达政府有准备 美方的持援也到了 独立号航母舰队抵达台湾东北角 另外克林顿政府也从波斯湾 调派尼米兹舰队抵达台湾海峡 尼米兹是195年12月份 他从波斯湾调过来 他那个完全就是 美国的航母进出台海 他也没有智慧我们 无害通过 他不想跟我们勾在一起 如果说跟我们讲 那我们在一圈 一公布什么东西 那老公就会 说不定他力道加大了 你们俩 我就跟你搞得跟那个 那美国他所有的军事行动 他有他的战略含义 9596年的飞弹危机 美方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台海安全的决心 日本也因为这事件说服美国扩大美日安保范围 将适用区域扩及日本周边 第三次台海危机验证政府事前准备及研判的重要性 先自住再加上他住才能化险为夷 我们就要来请教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老师 我们说到台湾明天的挑战才真要开始 因为解放军明天开始就要连续四天军演了 而军演的范围呢 也比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96台海危机更大 那您怎么解读军演可能进行的程度 跟后续美方中方可能的行动呢 美国白宫发言人 国家安全发言人 这个科比 科比 他其实在昨天就已经讲出来了 中共会做的哪些事情 我非常惊讶 这个科比讲的 就是说一点都不错 就是说科比讲说 这个 中共他会进行军事演习 而且这个时间会延长 可能是较长一段时间 而且他会打破历史常态 譬如说在台湾附近发射飞弹 大规模的空中海上的活动 或是进一步的对台湾进行不实的法律主张 科比讲的全部都是对的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这个美国这次是掌握了先机 所以说美国预先在台海周遭 在第一岛链做了其实非常周密的 这个军事上的部署 然后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北京方面 他所公布的演习 看起来是临时性的 他是昨天深夜才临时公布的 而且他还讲说是8月4号开始 这个又跟美国的判断是一样的 就裴洛西走了以后才会开始 然后更奇特的是 中方所公布的演习时间只有三天 跟96年的台海危机又不一样 96年的台海危机是7天一周 7天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让美国跟台湾有时间来进行反制 三天是什么意思 三天的意思是说 假如这个台湾跟这个 这个美国方面要进行有效的反制 可能时间都不够 他马上宣布几个数 所以说从这样来看的话 显然的话等于是说 这一次的中共的这个对台的军事演习 它是属于演练的形式 突发性的 他们只能做一次操演 时间也不敢长 当然这就预示了我们未来 等于是说台海周遭的这种军事安全情势 双方要如何的攻防 其实不只是对中共 其实对我们台湾对美国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演练 那虽然说这一次可能演练的性质比较强 但是外界认为可能因为裴洛西的到访 习近平本来在二十大之后 才会对台湾做比较强硬的作为 现在有可能提前吗 显然的跟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连任 有直接的关系 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就是说今天早上王毅 他有发表一篇声明 从王毅所发表的声明里面 就是王毅在指责美国 现在美国已经变成是麻烦制造者 台海稳定最大的破坏者 这个又跟96年的台海危机又不一样 96年的台海危机的结果 是我们台湾方面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 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那这一次这个主要的目标变成是美国 然后在王毅指控美国的四大罪状 里面有一条就是指控美国试图来影响 来推翻这个这个中国的他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政治体制 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也认为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些作为 已经影响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这个 他们自己的政治体制 讲白一点啊 就是影响到习近平的二十大的连任 博刚提到中国即将实施三天实弹设计军演 而据传今天下午还有多架的军机 跨越了海峡中线 但是也就在今天传出美国的雷根号 向东驶离了台湾 一般的分析是认为台海的紧张局势可能趋缓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掉以轻心 有学者指出中国到底会不会攻击台湾 已经变得像是一个假议题了 但是举例来说二次大战前 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 法国当时也没有认真看待问题 一直到德国打回来了才警觉到 所以台湾这样长期活在假象中 认为战争不论怎么样都是不会发生 但事实是当你觉得不会发生 它就发生了 美国中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际 台湾海空域不平静 一早五架次共机扰台 美中军机也在北部空域交手 这群人士透露下午甚至有数架 中国战机越过海峡中线 我空军也立刻出动十多架次战机 空中警戒 几乎同一时间 中国解放军也释出最新影片 殿20-052D驱逐舰在东部战区海空联合操演 联合封控 联合对海对陆打击 种种有目的性的操演 摆明针对台湾 不过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战略 泰式感知计划最新资讯 美国航母雷根号持续向东移动 认为台海紧张局势暂时舒缓 现在有人说是要加油等等这样的状况 那他加完油之后会不会再开回来 我觉得现在其实双方都在观察 在观察今天培洛西在台湾 他的一个发表的他的演讲 或者是他的内容 或者是等一下可能他会去见到一些 所谓的人权的一些斗士们 他跟他们的一些对话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让中共会感觉到 比较跳脚的一些事情 中国会不会有大动作军事行动 取决于培洛西和台湾有多亲密 但雷根号向东移动 就有退降分析解放军包围台湾 实施三天实弹射击 封锁海空交通线 美军还会不会上演九六年台海危机 直接把航舰战斗群 开进第一岛链海域附近 现阶段美中台都不希望走到军事对抗 因此研判不会有太大动作 但也等同预告 美军退出第一岛链防卫体系 美方也不敢 不敢示弱 就算雷根号站离第一岛链 仍公布在台湾南方菲律宾海的作业画面 似乎也在警告中国 别轻举妄动 近新闻学人员绍博 台湾报道 中国在裴洛西前脚刚走 就准备要对台湾做实弹演训 那么它就是要企图孤立封锁台湾 对我们的航空跟海运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稍后带来关心 陪洛西前脚踩走 解放军实弹演训后脚就来 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台湾的天空 每天上百个出入境航班 那么专家分析现在怎么办呢 台湾周边有很多很重要的航线 所以对班机来说 恐怕只能够用绕路的方式来因应了 而旅游业更担心未来军演常态化的话 势必也会造成冲击 那么交通部就说 正在跟日本菲律宾协调替代的航路 中共解放军台湾外海划分六大驱实弹军演 实则围绕台湾企图孤立封锁 对外空中交通首当其冲 共军军演四号才开始 不过在机场起降的航班已经可以看出影响 不管是出境还是入境的航班 都有出现取消或者是delay的状况 以陶纪来说 三号光出境的航班 就取消了十九班 四号也取消了十二班 华航在军演期间 根据官网公布 截至三号下午五点 共取消了八十二班 长荣则取消了共一百八十五班 专家说影响层面大 最常见的大概就是绕路 那绕路的话大概影响了衍生成本 就是因为燃油成本会增加 那飞航的时间会增加 那飞航的时间增加又可能会影响到 他时间带的一个使用 台湾周边有非常多的航线 都是经过亚洲的一个很重要的通道 所以他这样的方法 不仅是只会带给我们台湾起降的飞机困扰 连周遭附近的交通航空 都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航空公司虽回应航班取消跟军演无关 是疫情关系先前就砍班 但中共军演封锁一旦发酵 准备推估淘机还是有可能 有百分之二的航班受到影响 像我们飞东北亚 韩国跟日本 刚好两个断点 刚好在我们北台湾 演习的地方在北台湾 那这些航班会不会做取消 一定会 但是万一把演习变成常态性以后 影响的层面真的不是只有旅游业而已 就怕中共打持久战 对台常态军演封锁 交通部紧急应对 正与日本菲律宾协调替代航路 民航局也说 由航管会指引民航机避开演习区域 若避不开只能无奈取消 尽可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那对海运的冲击又如何呢 航港局公布了六大闭航区替代路线 呼吁船舶要绕道 杨敏海运董事长郑珍茂也表示 海运是自由航行的 所以其实只要你自主的避开演习区就好了 而经济部更强调 国内能源供应无余 所以目前不会有影响 陪洛西结束访台行程飞往下一站 但接下来连续七十二小时 解放军包围台湾 实弹演训将登场 航港局不敢大意 紧急公布北部南部东部六大闭航区 呼吁船舶要进入国内七大港口 包含基隆苏澳台北高雄 台南安平花莲及花莲和平港 尽量绕道而行 台湾港务公司表示 将船只避开演习区域 还是可以照常进出港口 目前没有航商取消航班 船舶没有像飞机一样有固定的航线 所以我们只要避开这些演习区域就好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 假如要避开的话 你们这边的成本会不会比较高一点 不会啦这个对我们影响真的没那么大 面对威胁国内海运业者淡定应对 反观国外业者外媒蓬勃报导 有天然气供应商正在改道或减速 前往北亚的液化天然气船 恐怕会影响出货 经济部回应目前国内石油存量 还有146天天然气10到11天 煤炭39天通通高于法定规范 政府海运业者做足准备 随时应对中国突袭 继续有关关国外采访不到 博对食品或农鱼业者的影响 却可能不小 因为中国已经突袭的宣布 禁止台湾生鲜食品进口 截至目前已经超过了三千项的商品 遭到禁止了 而在今天上午又再次宣布 柑橘类的水果 白带鱼跟冷冻竹甲鱼 也都禁止输出到中国 而中国的商务部也宣布 禁止天然沙出口到台湾 虽然都没有明说跟陪洛西访台有关系 不过这个行动 还是让外界觉得很有报复的意思 陪洛西抵台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突袭宣布 禁止台湾生鲜食品进口名单 目前已超过一千四百九十六家厂商 三千项商品遭禁止出口输往中国 这场经济战似乎还在扩大 中国三号在宣布包括先前中国多次宣称 验出戒壳虫的柑橘类水果 去年出口中国占八成六 还有中国宣称验出新冠病毒阳性的 生鲜白带鱼和冷冻竹甲鱼 对中国出口分别占比百分百和五成 选择在陪洛西抵台宣布暂停进口 暴富意味浓厚 中秋节将至经济部盘点高饼糖果业冲击较大 食药署公文曝光其实早在四月 就因中国规定变严格 要求业者进行补件重新注册 但有业者嫌麻烦没补却突然遭到禁止 不止食品 中国商务部还宣布三号期暂停天然沙 对台湾出口 冲击台湾建筑材料业 另外郭台办也以惩戒台独关联机构为由 宣布制造太阳能的宣德能源 软体开发的零网科技 还有一材制造的天亮医疗等机构暂停交易 合作负责人禁止入境 虽都没明说和佩洛西访台有关 但实际点敏感 报复心态 昭然若结 面对这样的报复心态 我们要继续回来请教 汪吕中汪老师 目前中方是不是正在研议 有哪一些产业 对台湾的依赖性比较少 所以就有可能出手 那美方有可能是出手在贸易协商 或者是公卫合作上对北京发出什么讯息吗 我们希望佩洛西议长回到美国之后 赶快的努力推动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 如果台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 我们刚刚所说的被制裁的 像是食品 像是农产品 或者是其他的产业 或许台湾的厂商就可以找到出口 就可以有机会趁这一次的机会 降低对中方的依赖 但是这些理想的状况 都必须取决于美国对于台湾的支持 到底是不是愿意实质的踩到底 如果只是口头上 如果只是拜会 真的距离台湾的利益 可能还有一段期待的利益 可能还有一段落差 当然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也是我们要努力去说服 我们所有的盟友给台湾的支持 要更务实 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拜访 或者是口头上的支持 好 谢谢汪老师的分析 不过面对这样子全面的再扩大 那么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就临时取消了下乡行程 赶回农委会开记者会 那么他拿出了18页简报 列出了等待处理的 包括白带鱼 竹甲鱼等等鱼产 提出了四大因应措施 来协助农渔民处理这些被禁运的产品 那么陈吉仲也中华批评说 中国的做法 在全世界国际农产贸易上 是绝无仅有的无理行为 匆匆结束下乡行程 赶回台北开记者会 因为三号上午 中国又下禁令 暂停台湾柑橘类水果 白带鱼以及竹甲鱼输入 气得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忍不住说重话 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在国际农产贸易 绝无仅有的方式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 是用这种方式在执行的 全世界WOH裡面 绝对没有相关这方面的科学根据 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用这样的方式阻碍农产品的进口 突如其来的禁令不是第一次 农委会这一次有备而来 洋洋洒洒十八页简报图文 并茂清楚计算 这次遭到禁运带处理的农鱼 产品包括柑橘类八千公噸 白带鱼五千五百公噸 冷冻竹甲鱼一千公噸 四大因应措施一一列出 第一是扩大国外行销额度 拓展新市场文旦和柑橘类目标一千六百公噸 白带鱼和竹甲鱼加起来目标四百公噸 其次是增加国内市场销售拓展电商 连锁卖场餐饮通路等等 柑橘类要达到三千公噸 鱼类扩大到一千六百公噸 同时强化加工柑橘类三千五百公噸 鱼类三千公噸 提供受波及的农渔民融资贷款 也要寻求国际极致仲裁 中国对台禁令已再出现 裴洛西效益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政府得要随时做好准备随时应变 美国庄院预长裴洛西访台挑动两岸敏感神经 而港台艺人当中不少将重心转往中国发展的 接连分享了一个中国海报的帖文 稍后带您关心 裴洛西访台让中国跳脚 而全台连锁的超商电视萤幕 一早就被发现遭到骇客入侵 出现了这样子 战争贩子裴洛西滚出台湾的句子 本来还以为是不是网友恶作剧P图 结果后来发现不同的网友在不同的超商 都拍到了这样子的句子 那么在今天上午十点钟 台铁新左营站的广告电视墙 也被骇客出现了一片谩骂跟统战的续席 那么由于超商跟台铁都是属于 广告厂商的资安系统出包 在内网的部分没有受到影响 虚警方在发现了这样子的骇客攻击之后 也已经着手调查追查IP位置 台铁新左营站大提旅客来来往往 但三号上午十点左右 旅客抬头一看都超傻眼 电视萤幕墙 每播广告却出现白底红字背景还是中国五星旗 摄像头简体自写老巫婆窜访台湾 是对祖国主权的严重挑衅 那些积极迎接的人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同种同族的血亲关系割舍不断 伟大华夏终将统一 明显冲着访台的佩洛西而来 台铁广告萤幕遭害是否危及台铁局内部民众都很担心 台铁表示被害的是广告公司广告版面 厂商外部网路连接 根据了解大约十点画面突锤 十点十分站方通知管理单位 十点半到四十五分两度关萤幕失败 骇客入侵画面整整亮了四十五分钟 虽然最后回复正常但难保不会再被害干脆断电 因为无法保证再开机这个广告萤幕 是不是还会继续被骇客入侵 所以直到现在三四个小时过去了 依旧是关机黑画面 调查局释调出人员现身新左营站了解 台铁也不排除一合约向广告商追究责任 无独有偶 超商也被恶搞 柜台电视萤幕被拍下出现裴洛西照片 写战争贩子滚出台湾 全台多间门市都沦陷 紧急关闭 西市局进入调查是广告商资案漏洞出包 由于是外包厂商不影响超商内部 将持续追查IP位置 佩洛西访台布置总统府外交部官网 受到骇客不明攻击 连台铁连锁超商也遭受无望之灾 新闻谢嘉宁 杜云杰采访报道 而NCC的主委稍早也出面说明了 根据了解 这些包括超商台电外包的厂商 可能在软体里面系统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软体 所以也要特别提醒不少厂商来注意 这个时间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国为了抵制 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像这一类透过数位网络的小手段层出不穷 除了刚刚看到的骇客 还有官媒释放了苏35战机穿越台湾海峡 桃园机场遭到导弹袭击 还有刚刚画面上看到101附近有爆炸出现 这样子的假讯息 甚至也操作了阴谋论 透过认知作战进行内部维稳 更试图要造成台湾的恐慌 还有台湾对美国的不信任等等 在这样子的时刻 民众更必须保有判断讯息真假的认知 才不会沦于恐慌 就在美国中院议长裴洛西专机抵台前的半小时 中国官媒央视和各大网络平台都大力推播 解放军派出苏35战机穿越台湾海峡讯息 这个动作立刻吸引小粉红响应 中国自媒体不仅直播苏35消息 还用空行警报搭配台湾场景 试图放大传播效果 第一时间台湾媒体也跟进中国官媒报导 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 昨天晚上的时候 中共的官媒透过网络 散发所谓的共军苏凯35穿越台湾海峡 这样的假讯息就并不是事实 当然中国的做法 其实就是要找出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 一个对内宣传的一个方式 所以制造很多假讯息 他的目的希望第一个能够安定 中国民众的人心 另外的他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假讯息 来对台湾造成社会的动荡 造成台湾社会动荡 就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 尤其当裴洛西访台仪式 牵动两岸关系更是中国透过假讯息 发动资讯战攻击的敏感时机 例如环球网报道 桃圆机场遭导弹袭击 还说是引述外媒消息 以及101附近传出爆炸等 一同拉库夺取舆论话语权的轰炸 更试图操纵台湾人对佩洛西的印象 作为众议长和美国最有权势的女人 佩洛西公开支持芯片法案 又在这个结果眼儿爆出她的访台传言 就在这样特殊的时间点和背景下 她的丈夫大笔购入英伟达股票的巧合 很难让人不产生内幕交易的担忧 我觉得反而比较多还是一些阴谋论 比如说佩洛西来这边是要移转她 什么贪污的啊 或者说佩洛西来这边 其实是要卖军火啊什么的 就是这类的阴谋论 他们大概在YouTube上面他们已经传了 传了大概一个月有了吧 所以这一类的武学才是对台湾人影响最大的 因为他其实目标不一定是台湾人 但是他的做法就是让大家都觉得 这一个美国是不可靠的 透过任职作战 一方面进行内部维稳 同时也潜移默化台湾亲中族群 在两岸局势持续紧绷下 数位和网络的小动作将是未来常态 有效判断讯息真假才不会人心惶惶 进行的楼上跟汉人采访报导 不过有些人遇到这样子两岸 必须选一边站的时候 就特别敏感紧张 必须要输成了 我们来看到台湾艺人 包括欧阳娜娜 刘根宏跟王欣林 都在微博呢 转发了这样子一个中国的海报 来表达立场 而歌手田富珍严雅伦则先后 因为在社群po文居然非常意外地 遭到中国网友的出征 也让很多人讲 怎么样是踩地雷呢 很难避开啊 因为哪里都是雷 艺人欧阳娜娜二号晚间 率先在微博转发中国官媒 央视帖文 tag只有一个中国标签 还有大红海报 大大的中国字样里藏着台湾岛的形状 我觉得他们应该钱应该有赚够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要到往那边靠 但不表态就可能没工作 不少将重心转往中国发展的港台艺人 包括台湾演员吴奇隆 王大陆 陈妍希 还有歌手杨成林 接连分享一个中国海报贴文 以直播健身操在中国社群人气满党的刘根宏 在加码分享自己带着孩子回浙江义屋老家探亲 让孩子们认识家乡是非常重要的事 马上就被点赞 以成名曲《爱你》再度在中国翻红的王兴林 一开始没有转发 马上被小粉红催促 只他赚那么多钱 不表态就滚出中国 而王兴林分享贴文后 果然换来中国歌迷大赞他事跟正苗红 田富珍在IG上PO了一张吃意大利面的照片 竟然引来网友偷骂他是台独分子 只因为陪洛西有意大利血统 吃意大利面就成了支持陪洛西 还有闫亚伦在脸书贴文说自己心情很好 问网友喜欢台式还是美式早餐 这么一句话也让小粉红崩溃 表示开心的也太明显 是装都不装了吗 我觉得各自都有自己大家各自的想法 我觉得还是尊重每个艺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不太方便去做评论 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屈服还是坚持立场 只能说各有不同考量 近新闻蔡沁英 魏林燕采访报导 而这两天我们知道中国突然封杀 台湾百家食品企业 而现在居然又点名了台湾四家企业 要禁止他们跟中国交易合作 负责人也不能够入境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稍后带您关心 在禁止农鱼食品进口之后呢 中国又针对裴洛西访台发出了报复反制的手段 中国国台办点名台湾四家企业 因为捐款给台独顽固分子关联的机构 所以禁止这四家企业在中国进行交易跟合作 同时也禁止负责人入境 而被中国指称是台独机构的单位 其实是外交部成立的两个基金会 我们实际去追踪 这四家公司有一半大多的重心都是在台湾 本来跟中国企业就少有往来 颁奖典礼上从时任副总统陈建仁手上 接过奖牌天眼科技公司 2018年荣获第十五届国家品牌玉山奖 不过现在却被中国国台办列为黑名单 关键就是跟外交部的基金会有过接触 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是由外交部成立的财团法人机构 主要是协助友好或者是开发中国家 发展增进之间的经济关系 国台办以台独顽固分子为由 对基金会接触过的企业寄出禁令 天眼科技位在台中市公司私下透露 从没有和政治接触 负责人是冯甲大学的老师 认为可能是中国方面操作错误 不止天眼科技被中国承介 另外还有领网科技 公保集团旗下的天亮医疗 以及宣德能源 中国禁止这四个企业合作交易 也禁止负责人入境中国 理由就是他们曾经跟外交部成立的两个基金会 曾经有捐款过 对于被中国列为黑名单 领网科技回应 几年前曾经有过十万元的捐款 天亮医疗则是发声明说到 过去没有捐款记录 但是中国逢台币反手段如出一撤 欲加之罪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打击台湾主权 海洛西今天上午在台湾 召开的国际记者会 近新闻独家请到被封为口译哥的 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组长 赵宜祥同步及时翻译 也极度的受到肯定 稍后带您关心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台湾召开国际记者会 近新闻也独家请到了被封为口译哥的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组长赵宜祥同步及时翻译 赵宜祥因为流畅的口调加上充满此信的响音让他的口译一直都被网友大赞 说听了耳朵会怀孕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在台召开国际记者会 近新闻请来口译哥赵宜祥及时翻译 流畅的口调加上充满此信的嗓音让赵宜祥在二零一六年蔡英文胜选总统的国际记者会上一炮而喉 许多网友大赞他的口译听了耳朵会怀孕 还因此被封为口译哥 如今经过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组长泪练的他 谈到佩洛西访台对台湾是否加分他这样解读 如果他愿意就是在国会里面持续的去提倡 就是跟台湾去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的话 然后相信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安全 对于台美的一个经贸合作 都是有加分效果 不过这次佩洛西访台前 却传出蔡政府因为顾虑美国军方反对的态度 一度希望佩洛西能取消行程 如果有这么高层级的一个美国国会官员愿意访问台湾 但确实从台湾获得到不欢迎的一个讯息的话 我想第一个他不但不会来 第二个这个美国国内很快就会胜传 爆料的这个管道 可能有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政治目的 直接冲破假讯息 不让有心人士或中国见缝插针 进行五城产一家号砰 采访报道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